真的 你要减50% 也就是你只能跑300公里 电耗是这样持续下降的 很恐怖的 现在我就正在帮我的 Tesla 充电 驾了这两天 Tesla 我发现最大的优点也是缺点 也就是在它的提速是很快 可是在它的抽力也是很抽一样 如果你没有习惯驾 EV 车的话 你会抽到好像很反胃这样子 可是驾久了 顺畅了 你就会感觉很舒适 如果是拿来跑长途的话 还会跑啊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不顶 光是找这个充电器就已经找到一粒头两粒大 充电还特别贵 我们讲普通充电啊 20kW per hour 就要100多块钱 算到来以百分比来说差不多差20%而已啊 就要百多块钱耶 我不晓得是我们充法不对 还是我们不懂得挑 可是在这个价位方面啊 油车就赢了赢搭半了 如果是说你现在驾软油车 然后你在马路 你看到那种传说中的 0至100只要4秒钟的 Tesla啦 BYD啦 这些 EV 车啊 不用怕的 你敢敢跟它拉着去而已 它会不知不觉中 放油让你过 因为它发现它的那个油耗 哎不是电耗哦 是这样持续下降的 很恐怖的 因为我们刚刚就从天澳这样回来啊 你一拉 它的油就下 很明显的下的了 所以现在我try啊 拉到油 然后你看它那个油 我一拉到油耶 它这个是下到很快的 很恐怖的 本来来到我们目的地的话是有一个27% 我一拉一下 直接跌到14% 然后又回去Normal Speed的话 它又起回16% 17% 到最后到达目的地呢 只剩下16% 就不知不觉中产生一个焦虑 很恐怖耶 你知道吗 驾这个车 现在啊 我要注意我手机的电 我要注意耳机的电 我要注意手表的电 我们还要注意汽车的电 很恐怖 这个车就给我另外一个焦虑 如果是驾长途的话 基本上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咯 所以驾长途还是 prefer 油车 油车还是比较实用一点 我是这样子啦 不晓得你们怎样啦 even 是我手头上的这一辆是long range 它的最高续航可以去到650 可是650并不是650 只要你的脚重一点的话 至少要扣个50% 在马路啊 如果你在highway你lub 这油lub很大 百七百八的话 真的 你要减50% 也就是你只可以跑300公里 如果是燃油车的话 一般上你充满 从JAB到KL 可能你还有剩下一个3-40% 你还可以在KL 摇摇脚弓要咖啡一下 可是如果是能源车的话 你从JAB到KL 你一定要找充电站 你一定要充电 你不充电 我跟你讲 你会不放心 你那个行事一直掉住的 大个便吃个半个不能安宁的那种 你真的很担心它 是不是等一下之后 驾到一半它没有跌 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之后啊 可能驾长途的话 还是会用回Civic 我这个Tesla 应该是在城市搭慢使用 会比较好 所以我这样想回去啊 你花一个200多千 买一辆买菜车 好像有一点贵 虽然说它的提速是很棒的 Civic 真的我才啊 我敢跟你说 这个Tesla Model 3 DUORMOTO 在马路上啊 基本上95%的车啦 是跑不够它的 它的引擎马力输出是肯定够 可是在它的续航方面 只要你懂得拉 你的脚重一点的话 哈 太拉 你的车就没有电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啊 今天的主要分享就这些先啦 如果是说你想问有关这个Model Tree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Mr.杰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